健康的牙齦是不应该留学的哦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牙齿的缝隙越来越大 牙齿越来越长 甚至是开始松动的话 都表示说你有可能患有了牙周炎 牙周病并不是老年人才会有 如果你是长期熬夜的话 也有可能是高风险群之一 我发现到大家近年来的趋势 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牙齿 想要变白变整齐变漂亮 但是却忽略了牙齦 就是我们的牙肉的健康本身的重要性 在马来西亚呢 有94%的成年人呢 都是患有牙齦病的 其实和我们的蛀牙是一样的普遍 那么如果这个牙齦炎呢 没有及早处理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患上糖尿病 孕妇呢 甚至有可能会有几率早产等等 哈喽大家好 我是DotaKey 想要和你一起保持健康下荣的牙科医生 好久不见了 真的很久没有和大家更新了 今天呢主要来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牙齦病的这个课题 其实牙齿要变美的前提呢 主要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的牙齦必须是健康的 要不然的话牙齿再漂亮 它也没有办法和我们相伴一生 除了牙齦流血 还有十分症状是常见 而我们自己又可以提早发现的呢 如果确诊的话 又该如何治疗 牙周病又是否可以被预防呢 那么这些呢都会在今天影片里面的 一一的提到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牙周是什么呢 牙周固名思义就是牙齿周围的支持组织 包括了牙龈 牙龈下面的牙草骨 还有牙周周围的这些韧带等等 那么造成牙周病的始作俑者呢 和助牙一样都是牙菌斑 牙菌斑就是在我们吃饱东西过后 它会快速滋长在我们牙齿表面上这些粘粘的物质 牙菌斑一般上会堆积在我们的牙龈边缘 还有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 那么9月9日如果没有做好清洁工作 就会被我们的口水盖化 形成好像石头一样硬的牙结石 那么牙结石其实并不是肥神物哦 它里面其实是组织非常活跃的细菌 然后开始就会将牙龈当成是自己的家 开始排泄分泌毒素 然后这些毒素呢就会开始攻击 并且破坏你的牙周组织 形成牙周病 牙周病也有分为轻微和严重 那么不同的病院程度呢 所需要的治疗也不同 轻微的牙周病呢 一般上它的症状呢 只是局限在牙龈的部位而已 那么治疗方面就相对的更为简单 那么由于牙结石的表面呢 是十分的粗糙 就会造成容易牙菌斑交叠累积 然后毒素就开始刺激你的牙龈 形成牙龈发炎 你可以想象成就好像你是跌倒的时候 伤口有砂石没有清洗干净 那么就会容易红肿发炎碰到它就会容易流血 那么牙龈也是一样的 当它发红肿脏的时候 你一刷牙碰到它就会容易流血 那么流血之后伴随而来的就会是口臭哦 绝对不只是单单热气而已那么简单 当你发现到刷牙流血 或者是在你吃苹果的时候 有发现到有血的痕迹 这个时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警告 再告诉你说 它已经生病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及时到牙科诊手去进行洗牙的治疗 将这些牙菌斑牙结石给清除掉 才能好好的控制住这个牙龈发炎的状况 再加上正确的口腔保健呢 基本上是可以修复的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呢 就会有机会恶化成严重的牙周炎 意思就是说呢 细菌会往牙龈底部的位置慢慢的蔓延下去 导致呢 原本颈附在牙根表面的牙龈呢 开始和我们的牙根分离 形成了一个口袋 我们叫做Pocket 或者是俗称的牙周袋 这个牙周袋就会有一个多余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会更加容易让我们的食物残渣 牙菌斑还有牙结石堆积在里面 那么当这个口袋越装越多 到装不下的时候怎么办呢 它就会开始破坏牙龈下面的牙周组织 比如说牙草骨 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开始发现到 牙龈开始有长笼包 就是我们所谓的nana 或者是你会发现到有血水 从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流出来 吃东西的时候 偶尔还会发现到一些些不舒服或者是疼痛的感觉 那么牙龈和牙草骨慢慢被细菌侵蚀 也会开始慢慢的萎缩 你就会发现到牙齿看起来变得很长 就是因为牙根已经被暴露了 这个时候呢 你对冷和热的食物呢 就会开始感觉到酸酸和敏感 那么当我们的牙龈和牙草骨 被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好像一个物质的地基被挖空了一样 牙齿就开始失去了support 失去了支撑 慢慢变得松动 最后自己脱落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确认你是否有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呢 那么一般上当病患有这些症状来就诊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来了解这些牙周病的严重程度 那么在牙齿和牙龈的缝隙呢 都会有一个浅浅的勾区 我们称之为牙龈钩 牙医一般上就会拿一根牙周探测器 插入牙龈钩来测量它的深度 那么健康的牙龈钩呢大约是1-3毫米左右 那么口袋越深呢就代表你的牙周病越严重 那么之后呢牙医也会使用全空X光的照射 来检查看看里面牙草骨被破坏的程度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检查看看你牙齿摇动的程度去到哪里 那么有了这些资料呢我们就会针对个人的状况来判断和拟定适合它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它的治疗花费时间和方法等等 牙周病的治疗也分为非手术和手术治疗 那么这些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清除牙结石 控制牙龈发炎的状况 以及牙草骨被破坏的情况 那么初步的治疗呢通常都是会进行全口洗牙 但如果你牙结石的部位太深 比如说升级到我们的牙角的部位的话 一般上都会要进行生成结牙 生成结牙就是在牙龈底下我们要进行超生波结牙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上都是需要绝部麻醉的 那么更严重的患者呢可能还需要用到牙龈翻半的手术 我们需要将受感染的牙齿牙龈掀开 等清洁完毕之后呢再将牙龈缝合 那么当细菌已经破坏到我们牙根周围的牙草骨的时候 基本上它们是无法自己修复也无法再生了 而且很有可能呢就需要进行直接的这个骨组织移植 或者是添加骨粉 Bone graph来填满骨缺损的空间 或者是呢在这个牙周带呢添加具有生物相容性的填充物 来刺激周围组织和骨细胞的再生 那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呢也包括了牙根覆盖树 牙根切除树和牙罐延长树等等 那么这些琳琅麻木的治疗方法呢 为的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要保住你的牙齿 那么当你的地基纹了 你的牙齿呢才能被保得住 可是牙周病的治疗呢它并不像打疫苗 它是和感冒一样是会反复发作的 再加上呢如果病人对于牙周细菌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话 一旦你忽略了清洁 那么牙周病呢就有可能会复发了 所以呢治疗后的保养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了正确的方式来刷牙以及使用牙线 当然还要进行定期的复诊 不然所有的功夫呢都会前功尽弃 那么如果尝试这些方法 依然还是无法帮助你保留这些牙齿 那么我们就需要和医生讨论 考虑看看 是否需要拔牙再做直牙和假牙 牙周病呢是男女老上都会面对的口腔问题 人家常常说熬夜上火 牙龈容易出血 如果你是压力大 stress 长期熬夜 或者是熬夜缩短视频 睡眠不足的话 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的 那么除了身体感到疲劳之外呢 也会很容易出现到牙龈发炎和流血的现象 这些都是因为口腔细菌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趁虚而入 破坏牙周组织 造成牙龈发炎 那么牙周病呢 也非常喜欢和吸烟的人做朋友 那么一般上的吸烟者会患有牙周病的几率呢 是非吸烟者的三至六倍 而且吸烟会导致你轻微牙周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使到我们的血管收缩 那么在我们牙周病初期的症状呢 就是牙龈容易出血吧 那么因为吸烟者的血管收缩 牙龈周边的血量就会降低啊 那么这个出血的现象就不是很明显 所以他们就不容易察觉到自己的牙龈已经发炎 如此牙周病就会不知不觉的恶化 所以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已经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牙周病了 而且呢吸烟也会降低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这么也会降低牙周病患者的康复能力哦 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的话 要非常注意哦 基本上我们血液中 多余的糖分就是细菌最好的营养 所以呢牙菌般的繁殖能力也非常的旺盛 再加上糖尿病患者的药物 常常会导致我们的口干舌燥 就会容易引发细菌感染 那么患有牙龈疾病的几率也是两倍以上 除此之外呢 牙周病和糖尿病其实是一对难熟难地 它们是会互相影响的哦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血糖升高的话 它就会加重牙周组织微循环的障碍 影响到牙周正常的血液循环 造成它的组织缺氧 缺氧呢就会容易细菌感染 也会导致到牙周炎症状加重 那么如果你的牙周病没有受到控制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升高 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 我们更加要应该重视到口腔卫生的控制 比如就是要定期洗牙控制好我们的牙龈发炎 那么当你把这个牙周炎控制好的时候 就可以增强到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你更加有效的控制血糖 是不是很神奇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孕妇的话 在备孕和怀孕的期间你要多加留意 主要是因为呢在怀孕的时候 受到荷尔蒙分泌的影响 牙龈和牙周组织也会因为激素的增加 导致血管增生 血管病的通透性也会加强 刷牙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出血 那么牙龈也会容易受到牙菌般分泌的毒素 产生过敏反应 那么牙龈就会显得非常的红肿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彻底的进行口腔清洁的话 就会导致常见的韧成性牙龈炎 那么如果孕妇患有中重度的牙周病的时候 是很有可能导致早产儿的 婴儿出生也有可能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所以呢要在这里奉劝大家 如果你有准备要备孕 那么我会建议你在六个月前呢 去进行牙科检查 将一些潜在或者是已经存在的牙齿问题 先解决掉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 什么是健康的牙龈 它的标准在哪里 健康的牙龈呢必须是 粉红色的 有光泽性的 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坚韧 非常粪的 粪就是好像你在窝着柠檬的那种感觉 然后牙龈呢必须是紧紧贴着牙齿的 牙龈钩呢只有2至3毫米 那么如果发现了牙龈呢 它颜色就会变红变深 会比较肿大疏松 容易碰到的就出血 那么牙龈钩呢也会加深 你手指在按压下去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它软软开开的 那么除此之外 健康的牙龈在你刷牙的时候 也是不会流血的 就算你是在用牙签 它也不应该流血 再来要怎么断定牙龈是健康呢 就是口气是清新的 不应该有任何的异味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口腔 卫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还是长期有异味的话 那么就要看医生了哦 因为有可能你是有猪牙 或者是喝不够水导致口干舌燥 甚至是胃溃疡啊 细菌感染啊 或者是胃食道逆流造成的这些臭味 所以千万不要把口臭不当一回事 其实大部分的牙周病呢 都是可以被预防的 那么最主要就是要使用正确的方式来刷牙 不少人呢 都是非常习惯用横向来刷牙 其实这种方式是不对的哦 其实真正的牙刷毛 是要刷到牙龈呢 才能真正的把牙齿刷干净 那么手动45度角了这个刷牙的视频呢 我之前就拍过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链接回去观看哦 而且呢也不是说你刷牙越用力就越干净哦 其实你刷牙太用力的话呢 其实也会导致我们的牙阴萎缩 牙根暴露 而且呢牙根的部位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法郎值的保护的 所以呢它也会比较脆弱 那么当牙根暴露之后呢 如果你还是像刷地板一样用力的刷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会导致到我们的牙根部位呢 刷成一个凹洞 那么一年串的敏感和蛛牙的问题就会发生 所以对于没有办法控制刷牙力度的朋友们呢 一般上我都会建议大家使用电动牙刷 因为我们的牙影一旦萎缩咯 它是无法自己修复的 现在进阶版的电动牙刷呢 都会有2分钟的timers 就是让你有自觉性的刷牙 而且此外呢也有一些显示灯 给你知道如果你刷牙不小心使力的话 它就会signal你跟你说 嘿朋友你刷牙太粗鲁了 就会让你更有意思的去控制你刷牙的力度 但是其实使用电动牙刷的好处就是 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怎么去用力的 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刷头摆放在正确的位置 让它的枕头模式来帮我们进行工作 就可以将牙齿刷得非常干净 这些呢都是你们在选购电动牙刷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一些feature 然后在看诊的时候呢 我的患者都会问我 到底是使用什么牌子的电动牙刷 那么对我而言呢 电动牙刷也是电子产品之一 那么我更看重的其实是他们的 售后服务还有他们的保佳 那么在两年前呢 我接触过了Desher的Oaklyn X Pro之后呢 就一直用到现在 主要呢也是因为他们有刷牙盲区追踪 就是说他们可以探测得到 到底哪个地方刷得不够干净 或者是遗漏的 然后呢就会在屏幕上显示报告 打分数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哪里 还需要加强补刷的 而且呢我也可以在手机上面 看回我之前的刷牙报告来做对比 看看自己刷牙到底有没有进步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 把牙群斑一览无一的刷干净 就是预防牙迪病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那么现在他们有升级款的版本 就是这个Oaklyn X Pro Digital S 它除了提升了它的这个枕动的模式之外 也就是一分钟八十四千的枕动次数 而且他们也使用了新一代的威磁马达 比普通牙刷高出五倍的稳定性和清洁能力 这样子刷的话就不会容易伤害到我们牙齿的法郎子和牙龄啦 它还附有一个非常小型的刷头 就是对于嘴巴小啊 或者是后围有那个智慧牙 担心说不到的朋友来说呢 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我是感觉他们蛮贴心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些顾虑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 当然 你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大牌子 比如说 Cogate Philips等等 那么不同的牌子有不同的feature 价钱也会不一样 那么除了刷牙呢 使用牙线也是口腔保健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并重口入 那么口腔检查最好的就是六个月进行一次 那么牙周病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在于 它不会像蛛牙一样有动 会酸 会痛 而且牙周病的症状其实不太明显 所以大部分的病患呢 在初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 都会等到牙龄红肿啊 或者是痛了的时候 甚至是牙齿松动的时候 才来见牙龄 其实都已经是处于比较严重的地步了 所以六个月中一次检查呢 就可以让牙医帮你查了问题 及早治疗 顺便呢也去检查看看 口腔有没有其他的蛀牙 还是有没有口腔癌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因为任何的病痛呢 在我们口腔里面 短短的六个月里就足以形成 如果你有在这一期的试课里面 学到新的知识的话 记得要帮我点赞还有分享哦 当然也不要忘了帮我点击关注和订阅 那么如果你还有想要了解的课题 或者是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评论给我知道 我会努力持续更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